王品的客群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城市里面的高端的经理 这边叫经理或者是一些企业家 那因为它的收费关系 所以呢相对来讲我们在选点的时候 必须要选择相对那个地点是停车要方便的 而且必须是让他们觉得是属于高端人群 会去的一个区域跟商场 所以那个会变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在王品选址上的一个标准 另外呢就是他们对西餐这种属于半身熟的牛排 是相对口味上比较有障碍的 那还好王品台塑牛排 因为它的台塑牛排是属于全熟的 所以正好适时解决了他们对牛排偏好 但是又不敢吃半身熟的一个困难 通常这样的客群呢 它对服务的要求标准 可能要希望能够更个性化 或是更客制化 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服务 我们其实有推出像白金卡 这样的一个尊容服务 它可以锁定每个客人的特殊偏好跟特殊喜爱 所以呢当他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非常清楚 他喜好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相对来讲 会提高他的所谓的尊贵感跟尊容感 那包含他定位的时候 当他入座的时候都能看到 桌面上有他特质的 会员卡的专属定位牌 去提高他跟别人的差异化 那我想这一点就跟别人不同 更有面子他更尊贵 是网品客群想要的 其实我们反而碰到的问题 不是价格太高 我们甚至目前碰到的是 价格定价还不够高 因为对很多我们所定的客群而言 他们很喜欢带朋友 或者是重要的客人到网品 可是他们会相对方现 网品的服务跟菜色都非常的有特色 可是相对价格的部分 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来讲 300多块其实不算贵 那他们如果要做所谓的商务宴情 或所谓的社交型宴情的话 通常那个价格都是五六百起跳的 所以有时候反而觉得 他们说我们网品应该要卖更贵一点 让他更有面子 我想有面子这件事情 反而是在网品的客群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价格其实是台湾将近两倍的价格 所以呢 消费者对整个装修氛围 还有服务上的档次 他们也希望要提高 所以在我们这边 相对对装潢的投资 可能就会比台湾的简约大方的形式 会更奢华 然后更有尊贵感的感觉 那这个是跟台湾在发展上 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那包含桌面上的一些餐具 摆饰都会走向更精致 更高档的感觉 网品目前大概基本上呢 我们希望打造就是说 在连锁牛排跟西餐里面的一个领导的品牌 不只是在规模上 还希望是在服务的标准上 还有给客人的口碑上 那所以目前我们已经站稳了重要城市这样的口碑 所以呢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寻找新的城市做发展 所以像二线或三线城市 比如像济南或者是大连 这样的城市 我们都已经选好纸 那大概会在近期一两个月内 就会有这些新的店铺开出来 所以新的市场的开拓 是未来网品最大的目标跟挑战